关注到国际焦点 要看到是乌俄局势升温 德国媒体就报道了 德国政府现在正考虑在立陶宛增兵协防北约 德国总理肖兹在和美国与美国总统拜登会面之前 接受了德国第一电视台的访问时说到 他对于加派军队到立陶宛是持开放态度的 而肖兹也表示在17号的时候 波罗地海三国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与立陶宛的领袖 都会骑去柏林 这时候会和三国领袖一起商讨增兵事宜